各位残友大家好 今天小朋友给大家欣赏一件 粉彩棒吹瓶 这个棒吹瓶的气形 在视频当中 这种大件的咱们是第一次介绍 首先咱们介绍的内容 大概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这件棒吹瓶的气形 在这个瓶行当中的 档次高低 第二点就是大家看一下 它的粉彩 化工的粗细 还有包括它的口颜 新老子判断 还有这个底部 都是给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 这件棒吹瓶是一个 300件的大棒吹瓶 高度60多一点公分 不到61公分 这个棒吹瓶非常的沉 咱们简单的给大家粗类的看一下 大家看它的文饰 周深辅助的是 西藩莲文饰 然后它的口部是如意文 采用的是 是蓝料彩 还有黄彩 大家看一下 它身上这个身上这个中间部分呢 采用的吉祥节全是呢 吉祥美好的寓意 然后这两幅图案呀 大家看一下 是三国的人物画片 刀码人物 大家看这个画面上面呢 还写着一个槽字 这个棒吹瓶 它非常难得之处 就是说画这么精细 尺寸这么大的 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这个小坤给大家说了以后呢 大家可以根据我说的去参考 像这种棒吹瓶 大家遇到都非常难 这件棒吹瓶的底部 榨底 轻微小榨底 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的底部 有一轻微小榨 然后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这种大棒吹瓶 市场行情是怎么样 我跟大家说啊 这种大棒吹瓶 咱们按不榨的情况来说 如果说这种瓶子不榨底 目前就我守这质量的瓶子 市场正常的行情 得在5.5至6 5.5至6W 咱们给大家说完 这个市场行情以后呢 大家可以根据小坤说的 参考一下 在平时的时候呢 留意一下这种大棒吹瓶 非常的少见 就是唯一的 就是底部 有点小榨底 小金钮啊 它的画工 还有这个画片 这个粉彩用粉的程度 都是非常难得的 这个过去这种瓶 都不是一般家能摆得起的 大家看一下 它的画工的粗积程度 过一会儿呢 我们会把镜头啊 给大家转过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瓶子 这个瓶子非常沉啊 我拍视频比较困难 给大家介绍完 这个瓶子的行情之后呢 咱们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棒吹瓶子的气形 在过去这个瓶行当中的档次高低 大家常见到的瓶当中 基本上呢 都是带耳朵的 或者有片子耳朵 有对狗耳朵 狮子狗对狗耳朵的 还有呢 赏瓶 棒吹瓶的档次排在它们以上的以上 非常的高 过去的棒吹瓶都是非常少的 它在当时造出来的数量 远远少于常见的瓶行 这是它的档次高低 最后呢 咱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瓶子的年份 这个年份呀 大家看过很多刀马人物的瓶 我也给大家介绍了几个了 这种瓶子呢 是咸丰时期的 它比同志要早 也有部分党友说它是道光 都可以啊 中期偏厚 中期偏厚 大家看一下这种材料 这种材料怎么区分呢 我也告诉过大家 大家看一下 它的口言 包括它的内唐 都非常传统传世 非常漂亮 非常难得 这是它的底部 下面呢 咱们把镜头啊 给大家转过来 大家看一下这个画片的含义 我对于这类故事提到的画片啊 了解的比较少 这类的典故 也经常向大家请教 大家再看一看 现在咱把镜头给大家转过来了 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 这个瓶子画工 这个坟材 画得非常非常细致 大家看到人物身上的坟 包括底部的蓝料材 看着的纹饰 这个瓶子的实物非常的震撼 这是它的颈部 还有它的口部 蓝料材 如意于纹 这个口部呢 大家看一下 这也是非常传统传世 啥开门的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侧边 这个侧边采用的是呢 西帆帘吉祥节 大家看一下 上面有蝙蝠 福寿 看这彩 其实这种大瓶呢 如果咱们家里有地方摆放 是非常难得的 而且这种瓶不是说 咱们有足够的资金 你都能买到的 这东西一般你遇不到 这边呢 是这个画片 大家看一下 这上面写一个槽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画片 我对这类的典故呢 不是太了解 这个细节处 咱们就看完了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底部 现在咱们看到的是它的底部 这个底部呢 也是原汁原味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精肉 非常傻开门 这个瓶子非常沉啊 这个咱们就不用放大了 这种底部呢 大家一定要学会 只要正常玩老货 你想进步的话 这种底部你不学会 你是没法进步的 要学会判断 心脑 从那个底部呢 是比较入门的 过去呢 这种瓷器呢 也有换底的 现在换底的 也比较少了 以后呢 咱们有机会给大家讲讲 什么叫换底 知识呢 就这么些 大家看一下吧 这比较大 我得扶着 今天这期视频呢 咱们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介绍的比较简单啊 录的比较简单 这个瓶子录起来非常不容易 非常大 咱们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 这是一件清代咸丰时期 也有人说是道光啊 都无所谓 中期偏后的一件 粉彩三百件 刀码人物的大棒锤瓶 画工非常的细致 这么大的尺寸 60公分 是非常难得的 而且呢 它在过去当时 都是有钱的人家 摆放的 非常的漂亮 咱们知识点呢 都给大家介绍了 包括它的年份呀 还有这个图案呀 包括它画工粗细 那个上下的工艺 口部啊 还有底部 都给大家区分了一下 大家呢 回去总结总结 基本上 正常的看看之后啊 自己呢 有感觉 初玩者呢 或者玩的瓷器不太精的朋友呢 多看一看 就这么些东西 还是那句话 咱们只讲收藏事实 不讲简陋故事 每一期视频 都会给大家拿出来一些精品 上档次的食物 供大家参考 鉴赏学习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订阅